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在短节目的这个比赛过后 很多人都觉得 严寒在短节目的发挥是不错的 也挺正常 你自己认为在短节目之后 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短节目之后就觉得 自由化还可以往前奔一奔 然后 还是短节目之后 感觉还是有实力 可以拿前五名或是前四名 但是自由化因为太紧张了 在这一次来到上海之前 其实很多人觉得严寒是 对自己有挺高的一种要求来的 而且大家注意到 你好像把发型也改换了 和曲线东奥会完全不同 好像说又严寒这发型一变 又帅气了 就是觉得经过这么多次 就是进入成年之后 这么多次比赛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跟他们有一些抗衡的东西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比 对我来说过去的 在决赛的自由滑在这个男单的自由滑当中 连续三个难度动作都出现了失误 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特别 还是主场然后特别一个特别的比赛 然后在中国第一次举办世锦赛 觉得还是有些紧张 然后上场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 这种不太对劲是你在什么时刻感觉到的 是在比赛开始前吗 还是在进行六分钟warm up的时候 还是当你出场的时候 当我出场的时候就感觉有些就是感觉不太好 这种感觉不太好是内心的一种不自信呢 还是说内心的一种紧张当时 可能就是因为紧张吧 因为就是跟前几名的水平都差的不太多 然后也有实力去往前比一比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太紧张了 确实压力太大了对严寒来说 之前各路媒体包括全国的兵迷对他的寄予的期望 给他的压力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 是的 这一次上海也是跟世界上最优秀的男单的选手在一块比赛 包括与生接线 包括菲尔南德斯这样的选手 在比完了整个上海市检赛之后 你觉得对自己对大的改变和提升在哪 可能让我在心理上 这也是一个历练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 逼不可找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还是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在你比赛结束之后还是很多的观众在支持你 现场掌声还是非常热烈 而且还是有很多的玩偶从看台上扔下来 此时此刻你有没有什么想跟观众想跟你表达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 就 谢谢大家支持 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说现在 在比赛全部结束之后 有一件事情你还特别想做的话 让你选择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从华一遍 从华一遍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真实的水平 我觉得我可以 更好地完成它 对于袁寒来说可能这个夜晚挺残酷的 但是来到我们采访的小小的现场的时候 袁寒情绪已经比在现场轻松了许多 看得出来他也在努力地调整着自己 我们也希望这个夜晚可以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成为重要的一笔材料 我一直在参照 我一直在以后 是什么atsbe 我一直在设设们 就可以 取消